這邊要我們做出什麼?09 後面有個11 再一個dash 那如果這個區碼是 區碼跟末碼如果是 三個字那就三個OK 可是兩個字就補一個0 一個字就補兩個0 那如果空的那就補三個0 那可是問題要怎麼做呢? 那比較快一些些 當然串接應該各位都會吧 那底下又有一個提示 你要用什麼? REPT 加LEN函數 假設說有一個指定 這個是一個某電信公司 他們的主管要求 就是要用這兩個函數 不過我覺得這兩個函數好像沒有 比較好用 可是如果它有需要你這樣做 那你怎麼辦?這個REPT 不知道各位有沒有用過 顧名思義就是repeat repeat的意思就是 重複哪一個 比如說這邊是什麼? 重複0嘛 那重複幾個? 比如說重複兩個 重複一個、重複兩個 對不對 那跟什麼有關呢? LEN LEN就是那個長度 那也就是說如果今天呢 我是兩個字的話 補一個0 一個字補兩個0 沒有呢補三個0 那有什麼來決定? 其實你可以用什麼? 用3來減 3減掉 它總長度 比如說它兩個字的 3減掉2 等於1 就補一個0 3減掉1 就補兩個0 我好像感覺繞了一圈 用什麼方式更快 不過這個 邏輯大概知道 但是怎麼做出來 那當然你們如果對 REPT LEN不熟的話 其實前面有那個 簡單的練習題 REPT 比如說我要 嗯 像這一題好了 欸 就是100顆 假設是100顆心 100 銷售量100給1顆心 200給2顆心 OK 那這裡的話 我們怎麼做 當然你可以插入函數嘛 我想插入函數上面的話 第一個呢 因為我們是文字相關的 所以你找到文字 就是往下找 找到R開頭的會有個REPT 這個時候底下會問你 呃 跟你要兩個資料啦 一個是TES 就是你要重複的什麼東西 那因為我要重複的是一個信號 那重複幾次 是由什麼決定 由銷售量 再除以100之後來決定的 所以你按確定之後的話 第一個 TES是重複它 那因為等一下會向下填滿嘛 所以你乾脆直接按一個F4 先把它鎖起來 免得它等一下會往下 OK 那重複幾次 由這個銷售量 除以多少 除以100 來決定 所以一顆心 有沒有 但是這邊可能有一個不足啦 就是說 一般如果說 假如我幾顆心幾顆心 它其實沒有小數點的 所以比較正確的做法應該是 你要把後面的點54給刪除掉 也就是說 這個地方還需要 如果人家問說 有沒有一個函數 可以無條件捨去小數點的 有嗎 run down可以嗎 另外run down可能要答的比較多字 有沒有更簡單的呢 不知道各位沒用過啦 比如說你那個應該有常用 如果你要無條件捨去小數點的話 可以用一個叫做什麼 int 有沒有 這個應該很常用吧 對不對 那int意思就是說 它會取整數 integer 就是 所謂的取整數 就是說呢 它就整數部分要 但是小數點地方怎麼樣 就自動幫你把它給剔除了 所以 它這個int函數包起來之後有沒有 你會發現喔 旁邊的這個地方本來有 本來旁邊這個地方是1.58對不對 現在顯示出來就只有1了 有沒有 就是包一個什麼int函數 它就自動幫我把那個小數點給去掉了 當然如果以這一題來看 其實你不加int 也不會有錯啦 可是理論上 如果你一般工作上會遇到需要 就是捨棄小數點的話 建議用那個像run down 或者是int函數 我打int應該是比較簡單 按確定 這個時候的話 把它按置中好了 然後向下填滿 答案就出來了 ok 不過 剛剛這地方 拉錯應該是 這地方 公式應該是在上面 把它剪下來 應該在這邊 ok 打勾一下 至中 b3 ok好 把它向下填滿 ok 那這樣的話呢 最後做出來就是我們要的結果 所以從這個範例裡面 主要是瞭解什麼 瞭解 rept到底在做什麼 實際上就是 重複什麼東西啦 重複信號 重複 重複